李小龙先生的寸拳和内加拳的零距离发力有什么区别 内加拳的这种发力叫零距离发力 就是当我和他接触上 我再进行发力把对方发放出去 那这叫零距离发力 当你做好零距离发力之后 你可以离开一寸的距离 寸拳其实相对来说是更好发的 因为你至少有这么一块的机会去调动你的体重 然后进行发放 一样能把对方发放出去 所以寸拳其实在内加拳中就叫整劲 其实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大家不太注意的叫做负距离发力 什么叫负距离发力呢 就是当他推我把我压缩了 就不是在这个位置了 我这个时候我其实身体是不舒服的 对方往里 那么你需要画解开 然后再进行发放 那么这个是更难的 因为这更接近于实战对抗 因为当对方和你实战对抗的时候 你一打他他肯定给你个顶劲 那你画开之后继续发他 这是需要你一瞬间能够变化的 所以这叫做负距离发力 另外还有一个长距离发力 或者叫远距离发力 首先我们之前的视频课程中讲过 你首先你得具备整劲 就是我们搭上手 能把对方发出去 这叫内劲或者单填劲 当你具备了这个之后 你总得往实战上靠 你不能老搭着手 谁和你找手去 对吧 你必须离着远距离 你打一拳也能做到这种效果 所以我们这种 这种效果 你才能够堪称你把内加拳练好了 同时能够应用到实战搏击当中 那么内加拳的方式和现代搏击的发力方式是不同的 那么当对方完全撑住之后 我们练发放嘛 你去身胳膊发力 你已经无法达到破坏对方体重的力量 因为它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形 你根本打不住它去 但是呢 你抛放体重或者叫单填发力 是你的手臂不允许去身的 一转对方就出去了 这个力量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你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 才能够说你掌握了中国武术 内加拳的一种发力 它和现代的动力练发力是完全不同的 但这个东西其实不难 它是个基础 一般来说跟着我们的网络课程 占上三个月的装一般都可以获得 现代搏击是动力练发力 那么传统武术是单填抛放发力 所以从上往上衍生的 积极形态 表现形态都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我们大家平时练的 都是这种屈身胳膊的发力 你只能说内加拳也没有练好 还不如去练练现代搏击 因此欢迎喜欢内加拳 并且爱好传统武术的朋友 欢迎关注一下我们的课程